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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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看他的灯都是美美的 再来你看一下这个厨房空间 这个是做了一个小吧台 刚刚屋主的人有讲这个是花岗盐 非常贵一点的石头grannet 然后呢整个感觉就非常气派 可以在这边倒酒啊 平时呢还可以在这边放一点咖啡机 这个是我们的干厨房的部分 你看他这个门哦 我看一下哪里开啊 这边开 门的柜子都是上到底 而且你可以看到吗 他是有点好像会变换这样折射的感觉 所以一整个的这个干厨房好漂亮哦 我们来看石厨房 石厨房一进来我感觉到 我脚有一种粗粗的感觉 他这边就用那种粗面的这种地转了的 而且你看扩建过的石厨房 你的太太绝对够用 而且如果你太太煮饭的话 不用担心油烟 我煮他做好这种玻璃门 然后可以隔绝我们的这个油烟 在我身后这边你看石厨房 如果你做很多壁厨 又好像觉得有点复杂 我煮他直接做一个什么 他再加一个这种aluminium 然后把它黏成这种不透的玻璃门 里面就可以收你家买多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C型 整个大C型的这个灶头 这一边抽油烟机壁砖都上完了 然后一样黑色系的这些厨櫃 然后这个厨櫃的门全部都是aluminium的 都是用非常好的料 墙壁也都是大料 整间屋子真的装修非常足料 来我们看一下楼下 楼下这边这一间是我们楼下共用的厕所 你看到什么不一样吗 整间厕所基本上他把壁砖地砖全部敲到完换过了的 黏门啊都是全部用这种很重的solid wood 你看这些东西全部弄美美给你 走出来左手边这边是什么长辈房 没有错 这间长辈房我觉得真的很够用了啦 他只是放一个单人床 这个屋主用的是那种下面还可以再推一个个出来的啊 可是如果你放双人床肯定没问题的 旁边他摆得下一个梳妆台 它是属于长型的房间 这边还有放了一个衣橱 全部东西留下来 而且我们的长辈房里面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而且这个是粗到比刚刚是厨房还要粗的 担心长辈会滑倒的话 这个非常适合 一样壁砖全部换过了 长辈房里面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是我觉得非常贴心 也对长辈非常好很方便 然后一样你看每个房门都是有换过这种solid wood的门来的 我们去参观楼上 去参观楼上要经过楼梯的时候先看一下 这一个单单是楼梯的这个旁边的墙 他都做了很多很漂亮的设计 这边还有一盏 哇 Banya Atas的这个吊灯 而且我们这些屋子的大门 也是采用这种指纹密码锁吧 现在又更先进了 听讲现在还有可以scan脸的 然后我们去楼上参观一下 来我们来楼上了 这一间双层天字屋 四间房间 五间厕所 土地面积三十二层六十五 建筑面积两千零八十 一上来你可以看 它的小厅的空间 其实屋主家变成是我们的主人房了 所以这边留有一个这样的小空间 放一点桌子 然后我们先来参观 楼上它是三房的 三房三侧的空间 第一间客房就是这一间的 大间吗 我觉得是真的蛮大间一下的 这一边它摆一个双人床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里面是一个 拿来做储藏室 储藏用途的 我们就没有特地拍了 因为里面杂物比较多 这边的空间还可以放到一个电脑做 然后呢 每间房间 这边楼上的都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的 而且你看 每间的房间 它这间都有做到这种干湿玻璃 玻璃做好了 你不用再做了的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刚刚看到 这边还有一个门 你看 房间里面有一个门 看这是什么来的 哦原来是小阳台 这一个小阳台是可以连接去我们主人房 侧边的这个玻璃门的 然后呢 屋主在这边放洗衣机 洗了衣服 直接在那边晒干 晒干了都不 遮了衣服就放来房间哦 妈妈不用拿上拿下这么辛苦 所以哦 这个设计很不错一下哦 再来我们去看第二间的这个客房 我们Moderan Mask这边哦 它是属于List Hall 991年 991 不要问婷姐 婷姐 蛤 这样不是Free Hall 是List Hall 900多年哦 不要玩 我们时代人都住不完了 我觉得跟Free Hall 没什么两样啦 来这一间房间 你可以看它比刚刚那间 小一点点 OK小一点点 可是 放得到一个蛮大的衣橱的 然后呢 双人床也摆得到这边啊 看 还有个这样的空间 OK 摆了还有个空间 然后这个房款因为要有一点采光 所以它的后面你可以看 它是留有一个天井这样的地方的 大概是一个 麦克应该是有三侧是吗 两到三侧的空间你可以打开来哦 有这个风进来的 还有我们这间房间也是 有自己的厕所 啊自己的厕所 你可以看一下空间都是够的 这两间厕所就比较原装一点 但是楼下的厕所和主人房都很漂亮 我带你去看一下 要去主人房之前哦 踩两三步啊 我们步步高升一下才进来 来进来参观一下 哇 诶整间屋子哦 肯定是有找设计师设计过的 我觉得 因为整个颜色都很和谐 然后整个的装修啊 布局啊都非常的顺眼好看 你可以看哦 这个地方其实哦 是改了的 本来它是我们一上楼梯 这边是小厅 屋主把它敲成是主人房的一部分 因为小厅可以讲 平时都没有什么用到的 小厅都是荒废着的 拿来给屋主享受 然后两公婆在这边平时看个电影 及享受及浪漫 放个很舒服的椅子 然后呢 屋主它这边的床哦 很大幅啊 这个应该是 King size的床来的 摆在这边 旁边做一个 我们的这个化妆镜放在这边 它的衣橱的话哦 你可以看 屋主它这边是放两个衣橱 就走进去有一点像那种 步入式更衣式的感觉有吧 营造出那个氛围 然后它又是镜面的门 所以好像是walk inwalk road这样 可是其实它是衣橱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主人房的厕所 哇 诶主人房厕所好漂亮哦 你看 上面的灯很漂亮 然后门呢 它也是换成这种美美的 aluminium门 整个主人房的厕所也是 壁砖地砖 它全部敲过来漏过 你看淋浴间这边的厕所 好像hotel这样的感觉好漂亮哦 包括哇 这个花莎很不一样 你看 应该都是比较贵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啦 ok 然后还有台面这边 我觉得都很漂亮哦 还有这一间主人房 刚刚旁边那个电视机旁边 有一个门可以出去嘛 我们这边你看 也有一个门啊 这边也是可以出去下个楼梯 其实它也是属于哦 阳台来的 原装的话 我照一下给你们看啊 啊 原装像我们对面邻居这样子 然后屋主哦 他不只做阳台啊 他还全部跟你做地砖 全部都放了砖 所以如果是讲哦 要刷地板都很方便 上面你看 它的owning做了的 因为有一些人讲 做阳台担心漏水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是我们的owning要做 啊 然后带你去看门头 刚刚我们没有看到大门的吧 现在就过去看一看 我们来到我们车房的部分了 刚刚麦哥拍给你们哦 就是车房的壁砖 屋主换了很漂亮耶 而且你看 没有壁砖的部分是什么 哇 全部都是碰杀 这个东西哦 哇 听讲蛮贵的啦 我们家是没有做 可是好是什么 你如果是肮脏的话 你不是每次要油气 可是这个东西哦 你拿水枪射的话 如果有肮脏哦 射一下那个水枪 就会干净了 你看旁边全部的owning 都做到完了的哈 虽然做到完 可是还是有采光进来 屋主也把这个围墙围到很高啦 有吗有吗 很隐私的 再来叻 这个owning是做到来前面的 这里前面整片都是做 刚刚我讲的这种噴砂 而且加高柱子 看到吗 折叠门全部都是加高版的 OK 你的车 你的Lamborghini 你的Ferrari 放在里面的话 是没有人知道里面有放这种车的 整个物质非常漂亮 我们看一下物质的外观 来来来来照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先 看完了物质外观 等一下听姐 就要带你们去看周边环境 来看 整个物质是非常漂亮 非常气派的 诶 讲到这边有没有看我身后 哇 华人对吗 我们的观众很多是华人 这一间呢 位于Mudiarama Mudiarini的Opa双城田之屋 我们这间门牌是4号 如果你不介意又想要 拿BEC就住进来 全部家私和装修 每每送你500千 土地面积32x65 建筑面积2080 我们这间是4个房间 5间厕所 然后呢大门它的方向是西南方向的 每个月的保安威力150块钱 这边保安威力很严的哈 然后屋林呢大概是8年9年左右 旁边哦 有一个大公园的在Opa这边 卖一家是多少钱 听姐你还没有讲 我跟你讲 这间超值了 500千的装修电器家具 全部送你卖一家是1.2M net ok 120万 120万有兴趣的朋友 把电话来卖个听姐好介绍 我们现在带你们去看看周边这边 出嘎号走路过对面就是吃东西好的 Tesco也在旁边哈 走吧去看看 旁边的商店街超多东西吃的 你看 店非常多 然后呢那边还有Family Mark 还有下一个地方我们去看看 这一边呢还很靠近 Lotus还有Mindin两间购物商场 所以要买东西吃东西 在Mudiarini这边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打电话来麦哥 听姐好介绍 如果你是屋主们 有物质想要出租出售 也记得联系我们 叫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就到这边 记得离开的时候老规矩 点赞关注麦哥听姐好介绍 觉得今天的房子很美的话 给听姐一个888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